拨好场上的这个时机 尽量再把比分扩大 而且减少自己一些不必要的输入 如果想尽快的移下来往 在速度上面再稍微加一点 我想李特伟可能会彻底的放弃 非常漂亮的一个反拍的勾对角 平调的往前 反倒是李玄英现在是自己的失误呢 给对手连续的送分 让李宗伟把比分的追到了9比16 突然发一个往前的小球 就是放网的质量也是出现了比较低的质量 急速下降 确实这几分 那么李宗伟还是拿的比较轻松的 那么刚才这个球还是扑了比较巧妙的 因为对方的球还是非常近网 如果你太早的去打的话 可能会过往记球 因为在羽毛球的这个规则里面 球没有过往你去接球的话 那么这个是为例的 李宗伟也以一个非常高质量的 这个往前戳球 那么把自己的比分 延伸到17比10 这是一个滚网球 李宗伟的要求换一把球拍 放上新的球排之后 先试验两排 现在比分是11比17 李宗伟已经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6分 看来第二局还有机会 好 又是一板突击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球呢 李宗伟已经在抓这个李宗伟的球路了 他挡了一个球以后 那么站位还是比较偏厚的 这是李宗伟的一个机会 但是他没有把握住 所以李宗伟也挺有点意思的 就是说 当李宗伟没有信心的时候 那么放他几分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 那么可能想法就不一样了 李宗伟是跟着对手的节奏 来看待自己的节奏 对方不好的时候 我的状态也就低下来了 下压 推到李宗伟的头顶 逼出了这次失误 19比12 所以这样的球 如果拿反拍打 我觉得可能还舒服一点 因为头顶确实打得非常辛苦 接发球又是有假动作 反拍的过度 现在比赛出现了第二局的局点 20比12 接发球假动作 非常漂亮的往前的质量 真是引起了观众的掌声 对 因为这个球我们也看到了双方运动员 你作为一个很被动的这个反拍戈对角 所以也充分显示的两个人在往前的这个技术还是非常全面的 这一个底线 非常漂亮的起跳的一个踢杀 这样21比13 李宗伟 这个李玄英是以一个更大的比分的 翻回了一局 双方要进行决胜局的争夺 那么在第三局的比赛中呢 这个李宗伟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调整呢 才能够再重新夺回主动 我想首先第一个场上 这个速度要能够保持 当然这里面就要对他的这个体能要求比较高一点 好球 就是李玄英的一个机会 但是他没有把握住 不过也再次看到了李宗伟出色的防守的能力 这么低的一个反拍的勾对角 而且我觉得有点可惜是什么 就是说放了这么好的这个高质量的球 为什么要往后退呢 就算对方要挑起的话 这个球也一定会比较高 对吧 那还是有很多的时间的 因为这个球唯一对他比较有危险的 就是他对方的回放跟这个勾对角了 所以他把这两个就是应该要封住的这个球路了 他却没有封得住 那么从开局来看 李宗伟应该在速度上应该是可以说是比较快的 当然这几个球的消耗也比较大 为什么 我们看他救的这几个球 难度都非常大 对 因为你要救球 当然要花费很大的这个力量 不管是腿部力量 尤其是你要能够把这个步法蹬出去 嗯 好 现在呢 场上的比分呢是2比0 李宗伟领先 点击 可以了 不把呢已经是到位的情况下这个扑网没有打死 对 这个球呢其实是有点冒险 因为对方这个球其实质量不是很差 因为其实他离往他不高的 再加上我们看到他的动作也比较大 再次一个发球的变化 以前一头样也错过了一个机会 在头顶位置 3比1 好球 太精妙了 这球又是半动作一样的出现了滚网 李选一这个争手区的高点 勾对角还是非常漂亮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李崇伟 几个就是说很艰苦的球 那么主要是救过来球的质量比较好 这也是一方面说明他救球的能力比较强 再一个就是说他手上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虽然在第二局失误比较多 但是第二局失误的前提主要是他精力跟体力的下降 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 就是当一个运动员精力跟体力下降的时候 是最容易失误的时候 平球快挡 那个李选一呢在分球的时候再次出现了失误 李宗伟现在取得了6比1的大比分领先 李斯本·希迪克 也是李宗伟的教练 看来这个今天来观看的在现场观看的一些观众 对李崇伟还是比较偏爱的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观众都在为李崇伟在加油 突击的一板电线 看到对方的球挺高 不过刚才这个球其实撑出去也是挺高的 对这个球我觉得如果拿反拍打可能会好一点 我看一下曼静索 因为这个球这样打的话 其实它很难很难发力 因为你的手腕要 要这个拍面因为要要要要往里走 所以比较比较难一点 我觉得拿反拍打可能这球还比较容易一些 回放质量不错 轻轻的滑板掉球 哇 勾对脚 这球再次也展示了李璇一 他在往前的放网的技术 今天这放网放生这么多的滚网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 这个球如果放的质量不好的话 也看到李崇伟已经很快的已经到了往前了 虽然这个球他想扑 但是很难下手 刚才李崇伟的这个反拍的勾对角也很漂亮 慢动作的情况非常优美 接发球那时候想做一个假动作 自己失误了 对 那么 周围李崇伟 我觉得应该把比分还是尽量 尽量拉开 很明显就是说在 他这个场地的这个区域 会比较容易控制球 翻场球 然后 李崇伟的突击 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在这个看到李崇伟的那个素质 真的是动若脱兔啊 可以马上呢就进行跳步 在对球进行空中的一个拦截 10比7 这个球是在界内 李崇伟再次出现了判盖的失误 其目的其实非常明显 就是希望能够改变一下 好球 李崇伟 真守区的起跳突击 看一下慢镜头 起跳 而且这个球的落点 也还相当不错 在这一分6比10 那么还是非常精彩 那么李璇一 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下 现在把比分已经追到了7比10 那么现阶段一方面 李璇一也是保持球下压 那么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再加上 李崇伟呢 在这个速度上面 肯定没有开局那么快 还是需要一些出击 这样李崇伟呢 还是说在第三局的比赛之后 确实是 就好像战士岛的指导 他听到了一样 速度加快之后 以11比7 在领先地进入到了交换场地 其实中间呢 要休息一分钟的时间 李崇伟之所以在中国 拥有这么多的球迷 因为他呢 我刚才说过 他的性格非常的谦和 对球迷呢 也非常友善 这个是通过他的表现来换 因为对球迷的尊重 所以球迷也是对他特别的尊重 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就是说作为一个球员 可能除了场上能够赢 赢取对手 那么也能够赢得更多观众的心 我觉得这个确实不容易 当然可能另外一个 可能也许李崇伟是一个华人吧 对 他的祖籍是福建 现在呢 是住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 最重要的就是说 李宗伟啊 华人文化都是说有相通的一面 李宗伟他会说马来语 也会说中文 所以在接受中国的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就是用这个中文 所以跟中国的观众和球迷 有更好的一个互动 11比7 现在呢 是李宗伟交换场地之后呢 继续发球 画面下方身穿黑色球鱼的是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赛会2号 种子李宗伟 半场球 跳杀 防了起来 杀了上网 这球自个儿犯网出现了失误 起跳突击 我们也看到李宗伟的防守 还是非常稳固 就算这个球放过去啊 李宗伟应该说是有一个充分的准备了 反正要看看他的这个敲球 或者就是回放的这个水平了 这个球啊 落点是贴网 还是被防了起来 推底线 这几个球又对体能消耗非常大 对 可惜了 所以到这边来就是说 他不太容易攻了使对方了 选择一个滑板的对角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用什么方式 我觉得在机会不好的时候 不一定要很重的杀 还是可以通过就是一些点杀 轻杀 然后呢 往前 最主要是往前 就是说我在往前上面 是不是能够通过比较高质量的这个 就算了 好 好